我們來介紹一下這支蟬四翻譯棍 這支翻譯棍有特色是可以錄音 以及可以將語音變成文字 它跟一般翻譯棍一樣 都可以連上4G網絡或者WiFi網絡才可以做好翻譯 它就可以翻譯到28種國家的語言 語言可能比其他GIG少 但好處是它可以當無音筆用 可以用語音翻譯 而且它可以將語音變成文字 這是它的優點 由於它要錄音 所以它可以儲存 它內置了有8G儲存空間 另外還可以再插多32G的TF卡 電源方面它有1200mAh 用8個小時比較少 但是它的功能比較多 我們首先去看看它的設置 它的介面有兩個鍵 它可以對向翻譯 選了兩邊的語言 就可以用雙翻譯 這是方便的功能 跟一般用Android 系統的翻譯棍一樣 它一樣有一個設定鍵 它背後的鍵是在旁邊的 電源鍵 音響大聲鍵 我們先看看它的設定 設置這裡 一進去就有很多東西 它真的有很多東西 難道不少你會覺得有點麻煩 當然啦 你如果沒有用語音筆 你就不用搞它自己 另外因為它可以上四支落落 它甚至可以收短信 然後還有一些功能設置 你最主要是先連接網絡 可以用Wi-Fi Wi-Fi之後 就可以設置兩邊的對話語言 我們就選了粵語 和我比我熟的日文 去介紹一下 好 試一試 用左右鍵 可以去錄音 播放 它可以播出來的喇叭 試一下翻譯 它可以有歷史紀錄 它會記錄下 你說過什麼 然後就可以 你可以再選擇 看看內容 有文字 又有語音 其實就比較好一點 好過只聽完語音 就自己 可能走轉 轉個彎角 就已經忘記了 我們試一下 我想去新宿站 我想去上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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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票在哪裡買 大阪の新幹線の切符はどこで買いましたか? 緑の窓口に売っています 在綠色窗口買 今日的廚師推薦是甚麼 今日のChef 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チキンラーメンです チキンラーメンです どこにアニメ店がありますか? どこにアニメ店がありますか? 這個不可以說他完全譯錯 不過我們通常動漫店 就叫做アニメショップ 在日文裏面 好過沒有 應該都聽得懂 洗手間在哪裡?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まっすぐいって右に曲がって 電波抜き走向右轉 我想要兩對筷子 箸は2にしたいのですが これはいくらお金がありま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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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は9月14日に出ている 5月14日に出ていませんか? の 私は10月14日に出ている 今回はここにしたいのですが 私は2anoでの説明をつくして 私はスタ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rzって切った すぐいってい中を聞く お金をつくして 感谢观看